早上 2011年有開始正式去消防隊幫他們處理他們抓到的事 然後持續到現在今年是2015年 你在做的工作是危險的 有些人做研究什麼東西的人就會像那個東西 或者是你接觸毒蛇好可怕 毒蛇是保育類動物 其實一般來講民眾的觀感 就是說遇到毒蛇他會認為說 他為了做功德把他打死 做生態這種工作的話 這種職業的話都是要默默的做 很少人會去注意 對保育對台灣整個生態上都很好 這是值得肯定的 松樓湖在烏來鄉 3D湖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基地 它是一個凹地 然後它底下有裂性 所以在下大雨或是颱風 有水注進來的時候 它的湖泊水位會長得很高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有很豐富的白富有蛇族群 起碼一個月去一次 白富有蛇的行蹤比較隱密 你要真的仔細觀察到它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它最大的困境都還是氣地的變少 面前研究的地方其實沒有那麼好找 所以如果還在還有力爬上去的時候 所以我都還會再去這樣 這裡很危險 你先觀察一下環境好不好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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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生態的出路其實很窄 就是能選擇的工作機會很少 能不能做出自己預期的結果 跟自己想的一不一樣 其實那時候全部都還看不出來 其實那時候全部都還看不出來 所以會有一種 不確定感 也有一種無力感 就這樣 就這樣